首发最佳价的富士XS20 相比XS10到底有哪些性能的提升 它跟佳能R7和索尼A6700比起来 到底谁更值得购买 大家好 我是迪迪 今天这个视频我会尽量的回答这个问题 希望你可以耐心的看到最后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做富士XS20的视频 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首发的时候我没有抢到 第二原因就是在首发之后 这个相机一直在加价 就加价到我觉得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 在我看来它的性能提升并不是那么明显的相机 但是每天都有人催着我去做相机的视频 所以我没办法就租了一台 虽然是租的 我也会认真的去体验相机 最终我会考虑要不要再拿出1万块钱买一个相机 或者说是这相机真的不值得买 这装在一个小的包里的 可别给我发错了 发成富士XS15 哼别生气了 试着肩带套头 这也是没有变化的一个15-45 哇就这个松松垮垮的 其实它的镜头板是这样的吗 之前好像不是这样的镜头板 这次XS20的电池升级了 升级到这种大的了 因为是租的 就没有让人兴奋的开箱的过程了 全身贴了这样的膜 这个确实可以保护相机 但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单纯我个人觉得不好看 这个东西我要拆掉 这个太烦人了 还是熟悉的味道 就没啥变化 这界面 它这里多了一个叫Vlog的 这样的一个选项 产品优先展示 倒是挺大的 这个按钮 背景攒景 在索尼上都有了功能 高速录制 就加了这个 这个摇杆 要比佳能那个差太多了 它这个录像这里 终于有一个正计时了 后边上面是有一个 剩余的可录像时间 下面是一个正向的计时 4K60是有抬切的 左上角有非常小的一个字 1.18倍的抬切 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相机 多拍一拍 体验一下 看一下它相比之前的XS10 到底有哪些提升 到底值不值你花1万块钱去买它 那先是拍照部分 如果你不放大到100%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三台相机的画质 是非常接近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富士的照片 在相同的曝光参数下 会显得更暗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富士的ISO的标定 跟其他相机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把照片放大到100%去看细节的话 还是能看到一些区别 能明显感觉到 画面最锐利最清晰的是索尼 其次是佳能 最后是富士 而且我觉得富士的暗光下的噪点 好像也会稍微的多一些 视频方面我们先看 4K60帧的清晰度 索尼和富士比较接近 索尼会稍微的清晰那么一点 那佳能则看着比另外两台相机更肉一些 那在暗光的环境下 表现最好的依然是索尼 但是索尼的噪点也是最多的 其次是富士 那佳能的画面还是会看得有点肉 那富士XS20最高可以拍到3.2比例的6.2K的30帧 那我也用这个画质跟佳能的R7的4K5做了一个比较 那我的结论是富士会看得更清晰一点点 最后就是1080p的画质 三代相机我觉得是非常接近 是差不多的 非要挑一个的话 我觉得富士的观感会考那么一点 那这里我还想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这三代相机的画质表现都很好 除非你像我这样就放大到100%去对比这些小的细节 才能看出一些这种不同来 但说实话 如果不是为了做这样的评测视频的话 我是不会这样去看样片的 所以上面这些结论 我觉得大家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不足以让你决定选哪台相机 或者说是不选哪台相机 就是都很好 富士XS20这台相机 我觉得最让我遗憾的一个地方是它的对焦 就是你说它不好 确实相比XS10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但你说它好吧 我觉得它是比不上我去年用过的SH2的 比如在这个视频模式下 它默认用的是一个多重对焦模式 也就是它会识别你画面中的物体进行对焦 但我实际用上来的感觉就是也太容易跑焦了 虽然它最终会找到你想要拍摄的焦点 但是画面总是会冷不天跟你来抽一下 就是让你非常的不爽 作为一个松下G15和佳能G7X用户 就对这种对焦体验真的是太熟悉了 太经典了 所以后面我没办法只能把它的对焦模式改成了区域对焦 对焦抽出的情况就改善了很多 但问题是它的对焦区域只有这么一小块 如果你想要拍摄的主体在这个区域之外的话 你就要去修改它的对焦区域的位置 每次用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 就怎么说 就自动对焦也不是说不能用 但如果你去跟佳能或者是索尼比的话 就总感觉它们不是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相机 这个相机的一些其他的形容表象也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比如说它的机械快门的连拍速度是每秒钟8张 拍摄4K6帧的时候大概可以拍28分钟左右 就会因为过着关机 而且它拍4K6帧还会有一点点裁切 续航方面因为换了大电池 确实要比之前的XS10好很多 但如果你去跟佳能R7和索尼A6700比的话 我觉得也就是正常水平 这个相机虽然支持机身防抖 而且官方说这次的防抖效果比之前还增加了一档 但我实际体验下来的感觉就是它的防抖效果 我觉得比索尼还是要差一点 完全跟佳能没法比 所以总结一下 我觉得富士在拍摄性能这个部分 除了可以拍摄的视频规格分辨率是最高的 可以拍到6K 其他的表现部分 我觉得都不如同价格的R7和6700表现的更好 更均衡 而且我觉得6K分辨率在这个阶段 其实远不如4K实用 而且还会对你的剪辑的性能有更高的要求 富士XS20的机身外观 高清霜的说法是延续了XS10经典的设计 低清霜的说法是没变化 但因为换上了大电池 我觉得它的手柄似乎要比XS10大了一些 手感也要好了一些 它的快门的体验依然不是很好 按下去的手感是很廉价的 半按和全按的边界感是很模糊的 手感明显要差于R7和6700的快门 这个相机我最想吐槽的就是它的按键 非常的小 而且键程很短 按下去的反馈是很差的 就有种小时候我用的廉价MP3的感觉 而且我最不喜欢的是它的摇杆的使用体验 总结两个字就是个手 就是你按久了之后 真的会感觉到手指肚会不舒服会疼 而且在富士线的擦担系统里边 摇杆的使用场景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就会进一步的去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而且你在拍摄的时候 摇杆还很容易误触去移动你的对焦的区域 XS20的屏幕这次升级到了180万像素 是今天三个相机里边最高的 如果是跟XS10比的话 体验确实很大 但如果你去跟R7和6700比的话 我感觉区别不是那么的大 都挺好的 曲景器的使用体验 我觉得最好的是加能R7 尺寸最大 看对焦点也最清晰 XS20跟6700是差不多的 但因为XS20的曲景器是在正中间的 所以实际用起来要比6700更舒服一些 但是XS20的曲景器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距离感应太敏感了 当我翻开屏幕去使用的时候 如果我的手去点屏幕 就会导致触发它的曲景器的感应 它就把屏幕给熄灭了 但我其实现在并没有在用它的曲景器 这个体验真的很不好 XS20是三个相机里边 唯一有闪光灯的 这个对拍照也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确实非常好 存入卡槽方面 R7是双卡槽 6700和XS20是单卡槽 这个都还好 但是XS20的卡槽是跟电池放在一起的 如果你放在三角架上去拍摄的话 每次曲卡的体验 就不如这种侧开的卡槽来的好 而且我觉得XS20的电池舱门 开关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有的时候会打不开 所以总结一下 我觉得从机身硬件的体验角度讲的话 最良心的是佳能R7 各方面都是最好的 其次是索尼的A6700 最差的是富士XS20 就我会觉得 XS20的机身外观的硬件的使用体验 是对不起它的这么高的定价的 在富士XS10的共同转盘上 有一个叫做SP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你可以根据你当前拍摄的主题 来切换不同的拍摄模式 来进一步提高你的出片的效果 在XS20上 SP模式被替换成了一个新的模式 叫Vlog模式 而原本的SP模式 被移到了自动模式下 切换了Vlog模式 会在左下角出现一个图标 点击之后 就可以看到一些共同选项 比如说设置倒计时的自拍时间 开关人脸识别功能 产品优先展示模式 切换防抖 打开慢动作拍摄 以及切换背景散景效果 这些功能确实都挺实用的 但说实话 佳能和索尼基本上都已经有了 富士出的还是比较晚的 这次我在重新体验 富士的菜单系统的过程中 还发现了一个很细微的体验问题 就是在系统菜单界面 当我切换到扳手工程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卡顿 你每次的打开 或者是关闭 都会卡一下 类似的当我按Q键 去呼出菜单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卡顿 界面也会有这种掉针的情况 这个就都是很影响操作体验的一个事情 横向的去对比这三张相机的菜单的交互体验的话 我认为佳能依然是表现最好的 菜单的切换非常流畅 共同使用上也最简单 最直观 那6700这次因为换了新的索尼的菜单 体验也好了很多 而富士依然是表现最差的 它的菜单依然不支持这种全局的触控 就是有的地方可以点 有的地方又不能点 就是整个的操作体验是非常的割裂的 而且我认为新手去上手使用富士的这套菜单的学习成本 也是明显要高于另外两台相机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富士XS20这台相机相比另外两台相机的优势 最大的当然是富士的胶片模拟风格 确实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容易出片 就是别的相机品牌中的照片风格 就只是一种风格 而在富士相机上 它可以是一种情绪 可以是一种氛围 可以是一种创作动机 可以是一种腔调 它甚至可以是一种态度 怎么有一种wrap的感觉 所以尽管富士存在我前面说的那些问题 但这些胶片模拟风格 确实是我选择购买富士相机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其次就是富士的外观设计 从我个人的审美的角度看的话 我觉得是三个相机里面最好看的 就是这种很复古的造型 很像以前的这种胶片相机 当然这个就非常个人非常主观了 因为有的人可能还会觉得佳能的相机最好看的 对吧 最后就是富士的镜头群也是比较丰富的 它至少比加能R7的镜头群要丰富很多 但这些优点我觉得它并不足以 盖过我前面说的那些不足 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在这三台相机里面做选择的话 我的观点大概是如下 首先如果你是要质二八景的 去拍一些严肃的作品的话 并且非常依赖这种自动对焦的话 我还是会更推荐你选择加能和索尼 如果你主要是拍照片的话 我会推荐你选择加能R7 如果你是拍视频的话 我会牵向你选择索尼的A6700 如果你更多的是个人爱好项的创作 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单纯的生活的记录 不想做后期又非常喜欢富士的这种胶片模拟风格 富士这种调性 富士XS20确实是非常棒的一个相机 首先如果是三年前 以富士XS10的性能 其实是挺有竞争力的 有颜值有性能 而且还有品牌光环 但是三年后的今天 虽然XS20有了一些性能方面的提升 但无奈这个价位的优秀选手现在太多了 而且富士又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短板 所以在这个价位的竞争 我觉得富士比较难搞 第二就是对于老的富士XS10用户 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很强的升级的动力吗 这两个相机我都用过 我的感觉就是确实XS20升级的部分都挺好的 但真的没有给我像之前的R7 或者是索尼的A6700这么大的这种升级的感觉 就是佳能索尼那边给人的感觉是卖了一大部 但是富士这边是卖了一小部的感觉 最后就是XS20的价格比之前贵了很多 这个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很不爽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 如果你现在要去买相机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用官方宣传的价格买到相机 全都需要加价 那这个就让人很难不冷静的思考一下 就是那同样的钱 我为什么不选择性能更好 更均衡的加拿R7 或者是索尼A6700 就是感性的部分 我是很想选择富士的 但是理性的部分 我会觉得 好像另外两台更好一些 所以综上所述 我原本是有非常强烈的想要买相机的动机了 但是现在我就有点解读了 我打算把这个预算留着 用来买后边富士出的其他更偏向拍照的相机 比如说XE系列 或者说是富士的X100系列 那拍视频的话 因为我确实现在手上有佳能 也有索尼 我可能现阶段不会考虑买一台富士相机 用来拍视频了 最后我还是想真心的说一下 我希望富士能够认真的听取一下我们这些普通用户的心声 能够好好的把对焦做一下 优化一下机身的操作体验和交互体验 另外能不能控制一下夸张的缺货和溢价的问题 就真的很讨厌 就怎么说 我的第一台相机就是富士 后边也买了很多的富士相机 这段时间用XS20拍照也很开心 而且我也承认我对富士是有这样的美化的滤镜和光环的 但是这种光环它会随着时间 随着我使用各种其他的相机之后会慢慢的退去 消费者最终还是会用钱去投票 只有那些真正在乎消费者感受的产品 才会赢得最终的市场 所以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就是让我们期待富士接下来的新相机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帮我投币点赞分享 非常感谢你 那你也可以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吉地手机 这里有很多关于相机的教程和购买指南 那我是吉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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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